大家好,我是小齐 我面前的这颗羊水仙 当时栽种的时候给大家做视频了 现在已经把花开起来了 羊水仙它整个植株长得要矮小一些 我栽种的时候当时是栽种了三个种球 每一个种球上带着一个小的侧芽 现在一下子开出六只花进来 只要小球跟大球连着 开花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花开虫瓣 花色也是比较漂亮的 花色品种也是比较多的 如果你想养的话 它可以养上一盆 而且今年养了明年照样开花 养它非常的简单 必须要见充足的光照 盆土土表干了 及时的给它浇透水 尽可能不要用太大的盆 盆土表面给它发上多元素的缓氏肥料 这样去半年给它发一次 再去定期的给它补充一下 甲含量高的肥料 也就是花多多的12号 一直持续到它的整个植株 彻底的枯萎掉 我们停止浇水停止施肥 它就能够安稳的度过夏季 到了秋季的时候 我们浇上水以后 接着又能够长出叶片来 接着又能够长出花苞来直接开花 这就是养水仙的方法 这就是一个比较好养的水仙花 它能够一年一年 年复一年的开花 好了 如果想看更多养花视频 别忘了关注一下小琪 谢谢大家 到获了一颗比较好养的茶花 因为茶花都比较难养 但是这个品种的茶花 它叫做香菲 香菲茶 它是茶花中最好养的 只要您站在附近 就能够闻到香味 如果趴上闻的话 香味是比较大的 香菲茶 它的单花 花期非常的长 养上一年两年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非常适合在室内栽培 临近过年了 你买上一颗香菲茶 放到室内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不会养 你不会换盆 小琪下个视频 教你怎么养 怎么换盆